大家好,我是龙道 我们继续来讲固形图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图片 这个图的话我们主要讲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 你进门之后的话 它左边是厨房,右边是卫生间 再往里面走的话 它是一个客厅餐厅的一个区域 其中呢,我们看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厨房正对着卧室 厨房对卧室的话 我们知道它对我们睡眠或者是身体上面的话 都有一些影响的 那么这种房子的话 我们该如何进行装修布局了 今天的话我们只侧重来说 这个厨房对着卧室这个问题 像这种的话 我们肯定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的话就是在其中产生间隔 就是让两者之间 比如说做一个隔断 或者放屏风摆放绿植等等都是可以的 但是它这个护线我们看一个现场的实际照片 这边的话就是厨房那边是一个卧室 所以它这个空间的话不是太大 那么我们说在其中做隔断或者是摆放绿植都不现实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使用 我们看一下厨房里面 其实它是一个平推的门 那么我们就可以挂一个门帘或者是水晶帘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在水晶帘的两侧挂一对这种桃木的五地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上面的话有一个桃木 下面的话有一个八卦 然后呢这种线的话有些朋友经常说为什么我们的线不一样 我们的线的话它有五种颜色代表的是一种五行 所以说像这种的话 我们就可以隔断这个厨房的烟火器冲到我们卧室 从而来降低这个房屋布局的问题 好了这个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其他房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咨询我们 喜欢的朋友帮忙点下关注订阅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洋机